为了因应反核民意高涨 行政院长江一华下午在国民党中央宣布了 核四要不要停建 政府愿意交付公投决定 马政府释出善意 而曾经主张公投的民进党立委也表示了 如果江一华真的有诚意的话 应该要立即停工 党主席苏贞昌也说 马总统如果有决心的话 就应该要直接停建核四 行政院长江一华抛出核四交付公投的震撼弹 马政府态度大转弯 不过民进党似乎早有准备 连公投都不必办 马总统马政府如果有决心 立刻就可以停建核四 立刻就不用再追加预算 我们还是认为公投还是不足以 这个而且缓不济急 应该立即停工 而且停止这个追加预算 来做一个安全全面的检查 只是苏贞昌先前才提出公投绑大选 党内立委更提案要求核四公投 如今马政府顺应民意 民进党反倒有不同意见 让外界物理看花 否认前后矛盾核四议题持续延烧 将一化在立法院开议前夕 提出核四公投选项 也为朝野攻防增添变数 U-DN TV 王书宏 李皇轩台北报道